多数煤矿辅助运输,仍然沿用小脚车群接力式传统运输方式。 运输环节多,运输效率低,设备多,占有人员多,事故率高,与宗采宗爵等现代化系统很不相陈,严重影响矿井全员效率的提高和安全生产,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煤矿生产发展的薄弱环节要由主脚车、张井装置、缩车、尾轮、压绳轮,以缩车为节点,以主脚车和尾轮分别为首尾两端,通过钢磁绳组合成一套完整的运输系统。 脚车是整个系统的动力源,由电动机驱动脚车传动滚筒,利用液压张井装置,吸收钢磁绳系统由于弹性变形而伸长的部分,为脚车提供足够的张井力,保证钢磁绳在摩擦滚筒上有较稳定的镇压力,借助钢磁绳与传动滚筒之间的摩擦力达到牵引缩车的目的。 缩车用来牵引矿车、平板车、材料车等车列,并有储存钢磁绳的功能,以便焊到延伸或缩短运距之用。 牵引钢磁绳利用缩车缩头的导向作用,通过压绳轮、拖绳轮,可防止钢磁绳抬高时车辆掉到,又可避免钢磁绳抬擦放到底板,从而适应起不变化的固大运距终端,织成整个系统的反力, 并随工作面的推进方便移动,以实现运距变化。 该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借鉴了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点,充分考虑没放弃下实际情况,创造性的集成开发多项先进技术。 因此,该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,具有一定的先进性。 一,开用了三级行星轮系减速传动主角车,与直尺斜齿轮传动减速器的主角车相比,占用空间小,传动效率高,稳定性好,可靠性高。 可实现两档变速,满足不同航道条件的速度力举要求,多起步航道变坡前扩的速度任意切换。 二,开发了矿用连续牵引车液压张紧装置。 该装置与重锤拉紧装置相比,重量轻占用空间小,司机视线好,钢丝绳磨锁量小,不容易断绳,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。 三,设计开发了具有紧绳、固绳、处绳和紧急制动功能的安全索缩车。 车轮组件采用紧下常用平板车车轮组件,轮静小,车轮踏免宽,有效地降低了缩车重心,稳定性好,安全性高,不易掉到。 设计了紧绳轮机构与分体式缩头,同时采用了逆紧漆,通过杠杆原理进行紧绳。 改变了一网松开绳后,一边用人力拐绳,一边用人力保证处绳轮不完整的状况,缩短了紧绳时间,降低了工人劳动前的路,而且分体式缩头与整体缩头相比,缩短了分换缩头时间。 五,采用了钢丝绳闭环往复运动技术,使得拉运距离极大延长,解决了因脚车处绳有限导致拉运受限的问题。 我国现有的大型煤矿航道与国外相比断面较小,限制了国外先进辅助运输设备在国内的应用。 KMQ型矿用连续牵引车与其他辅助运输设备相比,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性价比,可取代目前多台小脚车的接力运输,实现工作面设备和材料不经转载的直达运输。 煤矿辅助运输采用KMQ800矿用连续牵引车,可简化运输环节,减少设备和辅助运输人员。 既节约成本,提高辅助运输效率,还可以大大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,减少煤矿生产中不安全因素。 为煤矿安全生产提供有利保障,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明显。